這個節目並沒有提供的贊助 班主持人要把所有的學生館具都丟到底下 太誇張了吧 就要垃圾堆一點 大家好 我們是 小白說說 我累了 今天一天拍幾集 好幾集喔 是幾集 六七集 所以你大概會看到我們這件衣服出現兩格落裡面啊 為什麼 好累 而且我們這件要趕快怎麼樣 多拍片子啊 多存幾隻起來 為什麼呢 我們擔心 出什麼人 你懂了 你擔心大家現在台灣人都在講急急 非常的慌張 真的 因為我們不是有代辦很多學生嗎 沒錯 然後學生就說老師我最近不能出門 為什麼呢 我被隔離了 陰性嗎 陰性 但是他們全公司被隔離 那很可怕 那整個公司全滅 真的 就一週無人上班 好可怕 雖然公司不用付薪水 但公司交付存活 嗯 就很可怕 所以疫情是影響很多 對啊 那我們今天主題是 今天主題是 台灣代辦的八卦 台灣代辦的八卦 這是什麼八卦 有各種八卦 沒錯 八卦沒有好或壞這件事情 我要先講 就是 這兩年不是疫情 這兩年就是疫情 對啊 有沒有代辦倒掉 有 有沒有代辦不做了 有 就是換成別的 那有沒有代辦 辦公室不見了 有 有各式各樣的 對 你現在可以看到 有辦公室的代辦 都算是怎樣 後台比較硬 沒有啦 體質算好 就是大家可以撐過這兩年的 其實都已經不是小咖角色了 因為我們除了代辦之外 還有其他的事業可以做 可是有一些 就是一些單純的代辦 就會出現這種問題 以前會出現代辦 我相信同學你們有遇到過 就是那種就是 他沒有辦公室 就是他都會跟你約什麼星巴克 麥當勞 然後就是約一些 戶外場所 戶外面的場所 就是他沒有自己辦公室 你覺得這樣的代辦可怕嗎 有點可怕 不是很可怕嗎 為什麼呢 你覺得為什麼可怕 感覺不是那麼的 專業的感覺 不是這樣說 是他如果有一定數量 像我們是人也算是多啦 對啊 就是算是業績還算是可以啦 沒有到前幾年 但是 是我謙虛啦 沒有就是人很多 所以你人那麼多 你一定會租一個地方啊 不能 你不剛去星巴克 可以笑死人 敢天去麥當勞 忙都忙死 所以像有一些代辦 他們的生態就是這樣 所以有一些代辦就會出現那種 就是他沒有辦公室 然後他也沒有登記的那種 這種你就要很小心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就是他會用各種花園調理去講 因為這樣我要服務學生 然後到學生親戚 我的那麼多還有香港 我等一下被香港 被香港 香港吉他 還有澳門喔 好 我想去 我也想去 老闆我跟你說 香港有20個學生 我要去香港 老闆一定說好 港市你只要先吃起來 好貴 那好貴 別去 但是好貴 所以第一個像有一些代辦是 以前不管有沒有疫情 跟現在都會出現這種 所以同學們 他們有什麼好或不好 因為在這些獨立代辦當中 也有正常的 對 但我只能說 大部分都有問題 因為他有時候都會消失 對啊 可是會有學校打來 就會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協助 做哪個學生的文件 然後我們就會說為什麼 這麼惹 他說之前那個代辦 中介不是不見嗎 那斡旋公司的人跑掉了 對 然後就會出現這個 很奇妙的情況 所以基本上 你知道為什麼有個代辦 他只能推那幾間給你嗎 就是公司只能推這幾間 喔 規定的 他就規定 他被規定啊 那比較正常比較和善 正常我覺得正常的代辦 我們是不會去批評哪間學校好或不好 因為每間學校 是不是都有優勢跟歷史 對 就像京都的 對 京都的某個山上的學校 對 那間學校是 真的好 真的好 為什麼它在哪裡 它在大學裡面 藝術大學對不對 對 裡面有沒有美大生 有 女之美大生 想不想去 想不去 台神上喔 來到京都市區 要準升上公車 40分鐘的油 有點遠 你怎麼打工 然後同學問老師 這黑色要打工 默默地地址遞上 地址給他 同學你自己拉Google地址 不要我說 老師那邊好遠喔 可是 那個學校是ok的 對 ok的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畢竟它的後台是大學 沒錯 反正教室就放太多 想去就去 對 所以 每個學校都有它的 明顯的優勢跟歷史 所以同學們就會有 疑問說 為什麼代辦都只推這幾間學校 就是你要原諒他們 因為他就只做這間 所以 第一個就是代辦沒有 其實不見得會推你什麼學校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代辦會不會倒閉 會 是有代辦會倒閉的 然後也有 補級班有沒有倒閉的 也是有 有很多啊 我們現在不是南洋街 對 一堆倒閉的啊 如果你對於日文學習跟留學 你的這個人生經歷比較長的時候 你一定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間補習班不見了 對 或這個代辦不見了 然後這個代辦 又變成了另外一個新的代辦 然後在網路上各種流傳 又不會出現這個 對 你看我們這一本是什麼 這個這個 戶口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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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各個各個人的戶口名簿 你看我們這邊有 代辦其實都認識 沒有你想像中的 我們這邊跟妹妹說 妹妹都不知道喔 我們 傻比傻比 蛤 你知道這一間嗎 不知道 這一間是 你在東京 會看到一間 非常巨大的補習班 東京有兩個巨大的留學生補習班 那是其中一個台灣總代理 我們這體驗不是會打電話給他 我們有學生要報保證班 對 慶應找到田保證班 保起來 保證上 後來外外也沒有保證 你有保證到那裡嗎? 保證讓你一直上 保證在那裡一直上 不是保證讓你上東大 要不要上清理 這不一樣 他也是很面目說 大家做代辦也知道 那學生程度的問題 好 你看還有是不是這個 嗯 這個代辦 對 他是在那個 新冠會員旁邊 對 然後一對夫妻 還有這個 嗯 這是什麼 好像以前開在我們隔壁那個 707 一開始在709 我們這棟辦公大樓有很多代辦 對 對 他之前在709 嗯 然後又變成707 嗯 然後呢 我們都叫他 白襯衫小胖 嗯 他就是那種流竄 嗯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人嗎? 為什麼 像做生意啊 大家都各做個人 對 然後會互相的有一些 交流 嗯 並沒有說熟到神聖度 我為什麼熟這個小天才呢? 就是有一次 也是大把你很熟的那間學校 嗯 那學生都會問 你知道嗎? 他就打電話 突然打電話給我 我還印象很深 我那一天在Costco 嗯 然後那個 XX老師 他打電話來 其實 X咪馬上請問一下 請問你是XX留學中心嗎? 對啊 什麼事情 請問你知道那個707的XX先生嗎? 嗯 你說那個白襯衫小胖嗎? 什麼的嗎? 他說 欸他一直聯絡不上 請問他們有來上班嗎? 然後我就回他 我已經一個月沒看到他了 他不是幾乎都沒來? 嗯 房東不是也來問 對 事務所是這樣 我們早上10點半一路開到 嗯 開幾點我就開幾點 欸沒錯 就通常就是8點之後還是有人 就是像這個他就會長長回家 然後還有一個更可愛的就是 還有學生按門鈴 然後按了之後就按到我們這邊 我們就說什麼什麼事 請問一下那個補習班的老師呢? 我看起來就很像那個樓下警衛大兵 哈哈哈哈 以南雜誌 這個707小胖我真的很討厭 嗯 哈哈哈 你 你乖乖上班好嗎? 乖乖上班啊 之前來要跟我們談合作 我們不是日本語學校的台灣代理嗎? 對 然後他問我說 可不可以參加他們的留學長 嗯 然後我說留學長好啊 多少錢 然後他報了一個價錢 我說你會 你們預估多少人啊? 哦 一般來說我上次辦大概10個人吧 What? 哈哈哈 你四個人跟我收錢 嗯 然後就 哦好 我會跟我們老闆 我們上面還有老闆 你跟我老闆講 老闆就說 是嗎? 是嗎? 好委婉喔 就委婉 我忙啊 不是不想去啦 是剛好那天就真的有事 嗯 所以像這個 這個也倒了嘛 這個也倒了 然後他現在好像是 拍了一個粉磚吧 對 然後在一邊 可是我記得他好像是沒有那個 辦公室的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那天不是問另外一個語學校嗎?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們就說這個人又出現了 然後他有辦公室 沒有呢 然後我就說你們簽約嗎? 他有來問 但我們還沒簽約 嗯 哦好 你們開心就好 哦沒什麼意思 他這一間呢?這一間在 中校什麼? 哦 老花眼 中校通路 他這個就是典型的那種 他就是做了很久之後 他開了一個辦公室 自己出來看 一定會有辦公室 為什麼? 人那麼多 你天天去麥當勞、星巴克 你也太荒唐了 你根本就荒唐啊 所以有一些約你在外面 我甚至覺得很荒唐 我們外面不是有個麥當勞 對 麥當勞上不是有一個人 所以是非常殖民的代表 沒錯 就是那個很多人 對對對 他本來不是在海賓 然後搬過來 你覺得那個那一些 會去找你嗎? 他沒那麼險 同學那個 我們這個營業時間幾點到幾點 記得那個時間才有 我們跟你預約哦 嗯 還有這個 這個也很有名 這公館的 對對對 這個是很有名 沒錯 這個老闆 老闆也很有名 一個比較胖胖 好像年紀跟我差不多 一個比較胖胖的 他好像是以前在日本有學 然後後來辦 我覺得他是可以的 我覺得是油脂 然後這邊 這個也是 你看他夫妻 你一片我都有了 就星光雙夜給你 然後夫妻都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 我認識到嗎? 為什麼 因為你老闆認識到嗎? 哦 然後有一次老闆的那個 我們留學長不是都會去顧攤位嗎? 我想說奇怪 這不是那一間代辦嗎? 嗯 他怎麼坐在這裡 我說大哥你很好 哦 哇 小男 大哥你好你好你好 啊你不是在那邊嗎? 嗯 哦 對啊 對啊 我來看你們家橋本 打板 哦 然後後來還有那個什麼 有一個也是很有名 這一開頭的 嗯 那一間就是 那間看起來好像代辦 可是他在賣雜誌跟辦留學長 嗯 好多耶 真的 整個台北都有 哈哈哈 連倒閉也都有 對 在倒閉 我真的覺得很 我覺得他最近有點誇張 對他之前 嗯 你知道他多誇張 他搬走的時候 他去年搬走 對 搬走的時候 他把所有的 學生滾接都丟到底下 嗯 太誇張了吧 對 垃圾堆裡 嗯 那為什麼我發現了 因為我要倒垃圾 哈哈哈 然後他就這個日文補習班 然後這邊 妳有沒有看到這些學生 哦 有他現在推的嗎? 幾乎是沒有的呢 他現在不是強推幾間 對 啊這間都沒有 這些都沒有 你看 妳就說我們推的很爛 妳明明自己都有寫 而且連關係地區 所以觀眾地區都沒有他現在主推的那一間 不是嗎? 哈哈哈 這種就是要小心 我真心做的 還有這個啊 這個也是他的DM 我真的沒亂講他自己運 像這種的要注意 他這種就是流串型的 他們可能會開粉專或什麼的 沒有說他不好 而是妳要注意一下就是 這些文件 妳就要放輕鬆 我就報名辦文件就好了 嗯 懂嗎? 不要想太多 因為他這種有的就只能辦一兩間 對 你知道語言學校有的也懶得跟這種簽名 因為他們會有阿苦憂 就惡評價 語言學校會跟熟的代辦 打拼其他代辦的狀況 嗯 因為像有些學校 只是學校跟代辦有糾紛 跟學生有糾紛 然後學校搞不懂是學生的問題 還是代辦的問題 所以代辦的話 如果你不放心 多打拼嘛 多打拼 每一間總有一個兩個是 你喜歡的風格 嗯 好啦 最後要跟大家說什麼 請大家訂閱 按讚 小鈴鐺 這個 這一集廢話真多 可能都快二十分鐘了 最後要跟大家說什麼 大家掰掰 掰掰